大家好,我是威亚,点赞本视频,出门就中五百万,现在故事开始 室友身患心脏病,整个寝室对他百般宠爱和包容 直到我看到他在帖子中回答,你大学做的最明智的决定是什么?的内容 他竟然说刚入学就谎称自己有心脏病,过上了宿舍的皇帝生活,真是爽翻了,哈哈 我心里一紧,手比脑子快,已经开始录屏了 室友谢云确实是有心脏病的,评论区全是对他的谴责 别人说是明智的选择,你这是缺德的决定,居然敢发出来 你室友遇到你真是倒了八辈子霉,楼主嘴硬,我玩的就是实话 这个帖子下只有我敢说真话,你们骂我不是因为素质高,而是因为你们胆子小 心里羡慕得要死吧,还真有人捧他的臭脚,称赞他这世道就得脸皮厚 便宜不占就是王八蛋,还有人夸他心里素质强 楼主得意洋洋的回复,那当然了,我连诊断书都是从网上下载的 随便屁一下,他们就信了,在寝室里,我不打扫卫生,不倒垃圾 衣服都有丫鬟帮我洗,作业直接抄第一名的 他们的贵衣服,我想穿就穿,随便还回去五个心脏就行 爆发护室友的爱马仕,我也想来一个,这个月有征文,我也要得奖了 我气的手都在抖,准备征文的是我,爆发护是赵涵 洗衣服的丫鬟是刘露,全都对上了 这就是谢云,我点进他的主页,记下他的ID 退出来时,他的评论已经删掉了,我冷静地保存了录屏 右上传了一份道云端,这才从床上爬了起来 谢云正坐在我座位上摆弄我的电脑,他划着鼠标,小嘴微多 小和,这个作业怎么写呀,我能参考一下你的吗 说是参考,其实每次都是连标点符号一起抄 刚开学,不知道他这么不自觉,我直接交了作业,结果被老师批了一顿 我想解释,谢云却捂着胸口,朝我双手合十 圣母室友流露,立刻替我扔下,看着谢云虚弱得直冒冷汗 我只能吃下这个哑巴亏,从此都是我写好作业,谢云抄我的 我再改一版交上去,中文系的作业再改一版与重写没什么区别 这次,我直接合上了电脑,自己写,不想再写两份作业了 谢云差点被电脑夹到手,他红着眼,小声说 小和,你生气了吗?对不起,我不该参考你的作业 刘露立马跳出来指责我,你不知道云云心脏不好吗? 参考一下你的作业,你就这样的态度 真是冷血,学习好就是了不起,可以随便欺负人 小韩你说是不是,赵韩这下没法装死了 他从床上探出头,小和,你就帮下云云吧 毕竟你这么厉害,再写一份也很简单,我没忍住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每次都是这样,谢云装柔弱,刘露这个圣母跳出来替他发声 百般维护,他大概觉得自己特别善良,特别正义吧 赵韩随大流,哪边人多他就站哪边,他有钱,愿意花钱买自在 谢云可不舍得得罪他,我只是个刺头,一边不爽,一边被盗得绑架 于是我被孤立和针对,你还好意思笑,刘露愤怒地指着我的脸 大家都是室友,要一起生活四年,应该相互包容才对 你怎么这么不合群,我懒得理他,直勾勾看向捂着心口的谢云 这么难受呀,云云,你最近心脏难受的频率越来越高了 我带你去医院看看吧,挂个机身很快的 被忽视的刘露也慌忙转了花风 对呀,去医院看看吧,都是怪某些人 谢云有些慌乱,但很快镇定下来 虚弱地说,没事,我休息一下就好了 我拽住她的手腕,二院心外科正在做普查,专家做诊 我有认识的学姐,在做志愿者 跟学姐说一声,给你找最厉害的医生仔细看看 谢云的脸,这下是真的白了 真的不用,我感觉好多了 这下我是真的确定回铁人就是谢云了 我无所谓的白手,那算了,下次难受一定要跟我说 我一定带你去找学姐 谢云松了口气,朝我假笑,流露一个劲地劝她 算周何有良心 云云,你去看看呗,专家爱,多方便 我看了眼缩在床上玩手机的赵涵 收拾东西去图书馆 第一件事就是改掉所有电子设备的密码 改完才开始写我的真文 大概是愤怒加持,我写得特别快 写完修改好,直接提交 我这才松懈了些 找朋友要个QQ号,狗咬狗才好看 刘璐这么维护谢云 一旦知道她的真面目,一定很精彩 不能急,后天下午的马哲克就是最好的舞台 本专业全员到齐,一起上课的还有外院的两个班 一定很热闹,却不想,我先成了热闹 我刚进教室,就发现班里同学的眼神有些怪 看流露高堂阔论的样子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流露可不会收敛 声音又大了些 有些人就是心高气傲,同学们都不舒服了 请教功课都是爱答不理的 我真的没想到,大学里还有这样的学表 大家可不要被某些人好讲话的样子骗了 跟他请教功课,背后他可会嘲讽呢 小韩,你说是吧 赵韩从手机里抬起头,说了句意味不明的话 我也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人 流露一个人的话,或许还有待商榷 赵韩不否认不指责,却顺着画风给我定了死罪 我算是知道我平时一般般的人员是怎么来的了 我直接一巴掌拍在谢云桌上 谢云,他们说我欺负你了 是这样吗?谢云窃窃不敢回话 刘露揽着谢云 大家快看呀 周和当着全班的面威胁谢云 回了宿舍,他可就更牛了 学伟视死如归地拉住我 好像我下一秒就要抱起咬人 周和,你冷静一点 马上老师过来了 你先坐下吧 我惊呆了 我才说了一句话 就被学伟要求冷静 这三个人究竟在背后搞了多少小动作 洗刷清白从现在开始 我拉住学伟的手 说得大声,但又快又稳 学伟,我特别冷静 不是什么请教功课 我拒绝了谢云抄我作业 可是谢云抄作业一向都一字不改地抄 从大一抄到大三 从必修抄到选修 我真是被抄怕了 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拒绝一次就被这么冤枉 学伟震惊地瞪大双眼 周遭窃窃思雨停了几秒 又爆发出更大的声浪 谢云脸色巨变 刘露哀又一声站了起来 周和,你怎么能这样诬陷云运 我握住学伟的手 诚恳道 学伟,很多作业都是交给你的 我敢跟你对提交时间和我的文本编辑记录 学伟一时有些为难 此时,一道男生插了进来 我看应该都是误会 谢云看上去不是那种人 都会自己座位吧 是班长 他看似李中克 心全篇在谢云身上 谢云是杰宇花 班长暗恋他呢 等班长知道他的杰宇花 称他为死穷田狗时 会是什么表情呢 我刚张嘴 学伟就说 周和也不是那种人 班长你偏向性太强 学位你真好 气氛一时僵持 我说 我整理下文本编辑记录 对不起大家 以前我的作业 都是用周和电脑写的 我也的确会参考他的作业 他是第一名嘛 谢云忽然站起来认真说 小和 对不起 我不知道参考你作业 让你这么苦恼 我以后不会了 班长脸上浮现心疼 我就说有误会 都是同学 互相帮助都是应该的 对吧 周和 谢云神色诚恳 近乎祈求地看着我 以前我肯定牺牲自己维护他 但这次我死卷到底 都说是一字不差地抄了 都是中文系的 不知道文字有性格吗 等我发几篇作业 大家都知道了 谢云摇摇欲坠 由路掺住他 对我怒目而视 周和 你真是的理不饶人 没看到云云不舒服吗 你抄了几篇作业 就能一直纠缠着室友不放 真让人觉得恶心 感受到周围不满的眼光 我心里一紧 看来我人缘不好 并不全是他们的错 我立刻纠正自己 是抄了每一篇作业 我抓住谢云的手腕 直视他的眼睛 拨给学姐 云云 你的心脏真是乖巧 遇到对你不利的事情 立刻就疼 周和 你的心可真黑 同学们都听见了吧 居然当众嘲笑生病的同学 班长也撸起袖子 准备大显伸手 我做了个虚的手势 学姐 我是周和 我是有心脏病发作了 你能安排车来接他吗 我感觉好多了 别麻烦学姐了吧 谢云在病床上精坐起 抢过我的手机 挂了电话 我惊呼 我真是个神医啊 哈哈 谢云低着头 面色复杂 帮他的流露和班长的表情 也不太好 我忍不住咯咯笑出声 他们的脸色更难看了 预备灵响了 我在第一排坐下 身后传来 谢云滴滴的抽气声 我只是想不麻烦别人 是我太强势了 无法接受在课堂上 被送上救护车的情景 流露和班长 立刻把刚才的尴尬 抛在脑后 耐心安慰我 爱哭是吧 那就哭得更响亮些吧 我把作业整理好 按下发送键 如针扎般的目光 落在我背上 我晃动着脚继续发送 也怪我以前太过善良 为了配合谢云 甚至隐瞒了自己的写作习惯 但证据的数量绝对不少 待写作业两年多 我已经彻底崩溃 下课后 我就找学伟畅聊 放学后我直奔图书馆 不给谢云任何机会 让他继续在我面前演戏 图书馆里歌声响起 我才离开 临走前把笔记本密码改了 改了一个和之前不一样的 但室友一猜就对了 站在寝室门前 我愣了一下 没想到他们连面子都不顾了 直接不开门了 我在门口大声喊 嘿 学伟 是我周和 我室友故意不给我开门 门咔哒一声打开了 就这点本事还想整我 我扫尸了一下面色不善的刘露 哟 宝贝 给主人洗内裤呢 刘露慌忙把手藏在身后 瞪着我 你怎么说话的 我这是出于关心 难道你以为 大家都像你一样 心肠冷漠吗 他恍然大悟 你根本就没给学伟打电话 你敢耍我们 和刘露对话真是可怕 生怕被他的智商传染 我敷衍地说 嗯嗯嗯 不然呢 静止走进去 一看 书桌上是一滩青岛的酸奶 流到地上 滴滴答答 果壳撒了一地 这也太幼稚了 真是针对我 谢云真是逆我者亡 以前他都是用软刀子刺我 我一直信奉 强者独行 也没太在意 我才反抗了一次 他就先是败坏我的名声 再用小招数对付我 这更像是一种试探 一种考验 一旦我稍微退缩 等待我的 就会是更进一步的欺凌 谁干的 没人回答我 刘露露出恶心的笑容 谢云戴着耳机 在床上看书 似乎一切都很平静 我掏出手机 咔咔拍照 尤其是我脏乱的书桌 和旁边谢云的对比 用纸巾捡起几片果壳 刘露终于开口了 你在干什么呢 不觉得恶心吗 我微笑着说 哟 我以为你聋了呢 原来没有呀 当然是发朋友圈了 我好委屈啊 刘露脸色阴沉 你就这点小事 你就发朋友圈 你真是小题大做 你就不怕被人知道 你不合群吗 真是丢人 我笑得更开心了 你猜我学姐 在医院做志愿者 她有没有办法做 DNA提取 说完 我转身就走 刘露慌忙拉住我 你还真去呀 没必要这么上纲上线吧 我扯开她的手 小和 你回来了呀 你们拉拉扯扯的 干什么呢 谢云终于出场了 笑容甜美 似乎一点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指着我的桌子 语气阴阳怪气 什么耳机呀 质量这么好 寝室里大概是进了鬼吧 我要用科学 找出这个犯件鬼 扫过两人精彩分成的脸色 我跟探出头来的 赵涵对视 再看刘露 我都有点同情了 谢云的功夫果然到家 很快恢复了她浅浅的笑容 是我们三个不小心搞到的 刘露说她会处理 我有点不舒服 就上床了 不好意思哦 小和 我宽容大度地挥挥手 早承认不就行了 刘露 快把东西清理干净吧 我转向赵涵 声音冷硬 赵涵 道歉 赵涵愣了一下 小声说 对不起 我哼了一声 按下结束录音键 监督刘露清理 第二天一早 我就去了图书馆 特意没带电脑 九点我直奔辅导员办公室 提出要换宿舍 我提供了谢云抄袭作业 宿舍联合针对我的证据 辅导员看了看 那你先填个表吧 我乖乖地填表 交完表后 辅导员语重心长地说 对同学要多一些耐心 大学的友情和别处不同 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缘分 我没有反驳这套话 向辅导员道别 临走时 我看到他把我的表格随手塞进抽屉 本来就没想着一次成功 但准备工作必须到位 相信今晚之后 一切都会有所不同 终于等到令人激动的马哲克 整个教室死气沉沉 所有人昏昏欲睡 只有老师激情四射 我破天荒地迟到了 坐到谢云他们后两排 客间铃一响 教室立刻活跃起来 接着此起彼伏的挖槽声响彻整个空间 一张张兴奋的脸 看向设有三人组 八卦的李凑到三人组耳边问 露露 你真的帮谢云洗内裤呀 谢云 你真是影后呀 装病都这么想 刘露下意识维护谢云 李欣 你怎么能这么说 我们云云 不会是周和又在捣鬼吧 他回头狠狠瞪我一眼 八卦的李脸色古怪 别装了 大家都知道你受委屈了 不是你自己发的强吗 刘露点开帖子 我也在同学们的提醒下 看了一眼 有同学搞怪 大生在教室里朗读 可怜的室友装心脏病 装了两年 成了宿舍的皇帝 我捂住嘴 生怕自己笑得太过猖狂 室友谢某大医入学 就装有心脏病 骗了我们两年多 必用我的善良 谢某逼我给他洗衣服做卫生 内裤 袜子都要我来洗 简直把我当成了老妈子 学霸不给抄作业 他心脏疼 跟我诉苦 富婆不给包 不给钱 他哭得跟死妈了一样 给我洗脑说 富婆看不起穷人 我为他冲锋陷阵 所有好处都是他的 我就像个傻瓜似的 他看上去是个病弱的小白花 私下里却嘴毒得像吞了屎一样 骂学霸死装 性格孤僻 八成是孤儿 死了生区都没人发现 骂富婆长得丑还装淡然 他妈肯定也这样 怪不得留不住男人 早晚被私生子扫地出门 我一直把他当成 生病情绪不好的同学 全心全意对他好 结果他把我当傻子耍了两年 我善良 同情生病的同学有错吗 我认为我没错 错的是谢某的恶毒心思 下面是附上的链接 点开是谢云掉马的路瓶 啪 清脆的巴掌声响彻整个教室 是一项置身室外的召喊 率先连环巴掌啪啪甩 草你全家 敢骂我妈 啪啪 贱东西 骗点钱就算了 啪啪 三瓜两枣的 也就你这贱人在乎 敢骂我妈 啪啪 真有节奏呀 谢云毫无招架之力 嘴角流出血丝 他使劲挣扎 伸着手努力喊出只言片语 就 哎哟 他呼救的声音变了调 小跟班流露 一脚踹在他小腿弯处 嘶喊着就上去了 我是丫鬟 我是没头脑 我去你爹的 我打死你个白莲花 为了合群 我熬一声 也扑过去两脚 再从善如流 被边上人拉住 我骂骂咧咧 你才是孤儿 你全家都是孤儿 两年呀 你骗我给你写了两年作业呀 丧良心的东西 我伤心的真情实感 没忍住 又窜上去踢了一脚 快助手 像什么样子 做什么也不能殴打同学 班长终于反应过来 大喊一声 他没注意旁边同学同情的神色 挥舞巴掌的流露 偷闲回他一句 班长没看完吧 你的女神说你脸上坑坑洼洼 活死蛤蟆 天天呱呱 长得丑又没钱 还想追他 每次跟你说话都很煎熬 因为你有口臭 班长懵了 他看向谢云 想要个解释 但谢云哪有空理他 忙着挨打呢 关键时刻还是学为给力 带着几个室友 将打成一团的三人拉开 谢云发丝凌乱 衣服皱成一团 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脸肿得跟馒头似的 吐出一颗混着血水的牙 被请回教室的老师发出尖锐报名 全寝室家班长 学为两位班干部进了辅导员办公室 班长落在最后 失魂落魄的 辅导员大晚上的被叫过来 脸黑成锅底 谢云抽抽叶叶的哭声里 学为言语简洁的说完 前因后果 果然辅导员开始获悉你 谢云你欺骗同学有错 你们几个打人也有错 大家个让一步 相互体谅一下 谢云第一个不愿意 他激动地上蹿下跳 又因伤势老实下来 老师 他们把我打成这样 我不能就这么算了 我要他们坐牢赔偿 赵寒悠悠道 你不如想想 从我那里骗的东西怎么还吧 特大金额呢 就今天来说 你轻伤 我们互殴 报警要么调解 要么我们一起拘留 报什么警 小孩子家家的 总是把问题想得太严重 辅导员立即道 他语速很慢 你们都大三了 应该都想顺利毕业吧 这下没人反驳他了 辅导员满意地继续说 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 要大度一些 多为学校着想 刘璐真挚地点头 老师您说的有道理 又一脸纠结 但谢云真的很过分 装心脏病 骗了我们两年 他总得受处分吧 辅导员和蔼地看着刘璐 赞赏地拍拍他的肩膀 你们放心 这件事我一定上报学院 给你们一个满意答复 不是想起什么 他面色一变 以后有事都跟我说 老师还能让你受委屈吗 别往什么墙上发 多影响我们班级形象 刘璐委屈极了 老师 不是我发的呀 我也是刚知道 谢云冷哼一声 这时候装什么呢 有些话我可是只告诉你了 他扫了我和赵涵一眼 别被某些人的蠢样子骗了 我是背后说了一下抱怨的话 他直接夸大其词 天地良心呀 我都是一比一复刻的 没一点造假 怪只怪刘璐嗓门大 爱分享 和他家人打电话 刚好被我听到 我和赵涵不搭话 谢云咬着唇无可奈何 刘璐逮着我们 保证不是他发的 他也没有夸张 好了 别闹了 辅导员沉声打断 警告完又安抚一番 辅导员熟练地跟我们每一个人 单独谈话完 才放我们离开 跟班长聊得格外久 我私存片刻 回去的路上一片沉默 谢云和班长远远落在后面 谢云没回寝室 但也没人管他 没两天 处理结果下来了 谢云被记大过 向我们公开道歉 归还赵涵所有财物 我们几个动手地记警告一次 赵涵低沉双眼下 偶尔闪过的恶毒 让人心惊 我知道这是没完 班级里谢云被孤立 但他和班长宿舍一伙 走得很近 处境尚可 宿舍照含一改随大流的样子 是欺负谢云的主力 好几次晚上回来 谢云的桌上全是垃圾 床铺也被浇湿过几回 洗衣服打扫卫生 一样也逃不掉 我看得暗爽 但心里也不太得劲 还是得跑 我成了被拉拢的对象 流露几次向我示好 我直接对他 以前你们三个一起欺负我 现在欺负谢云 还真当自己是正义使者呢 他蠢坏 你是又蠢又坏 谢云反抗无果 竟然向我求助 折寿呀 谢云依靠近我 我的手不受控制地 划开录音页面 按下开始 周和 你帮帮我吧 他们俩一直欺负我 我微笑 不太合适吧 毕竟你以前经常 指指流露搞我呢 语言攻击 冷暴力 还有把我衣服 挤到滴水的地方 口红化在T恤上 这类小事一堆 而且我是孤儿呀 哪有那个闲情雅致帮你呀 谢云瞪圆了眼 指着我的鼻子 就骂 我已经受到惩罚了呀 你怎么这么小气 不肯原谅我 我已经知道错了 你不能给我一个机会改正吗 我笑得更欢了 那我给你写的那些作业算什么 算链打字速度吗 不找欺负 你的人 找一个旁观的人 你真是活该被欺负呀 哎呦 我要是帮了你 不会就被转移仇恨了吧 你好恶毒呀 谢云眼珠滴溜溜转 看来是被我说中了 不帮忙还嘲讽我 你也不是好东西 活该你没朋友 我怂怂肩 谁在乎呢 一周后 我终于等到 中文组委会发来的文函 我和另一名选手的真文 几乎一模一样 将证据整理成文件夹发送证明 自己清白 我带着证据 找到辅导员 再次提出要换寝室 没举报谢云抄袭 就提了这么个小要求 我得先保证自己安全 自有人冲锋陷阵 辅导员私存良久 这是知名文学类真文 我过初赛是板上钉钉的事 他笑着夸赞我一番 直接同意了 我火速搬进学尾宿舍 这边有个转专业了 刚好有空位 远离傻缺 坐回自己 隔岸关火 必要时煽风点火 新室友很欢迎我 我们还一起去吃火锅呢 吃完我们有说有笑的闲逛 迎面撞见班长和谢云 两人手挽着手 班长提着大包小包 假模假样寒暄后 李星见他们走远 嘻嘻笑 谢云这时候 不嫌班长口臭了 我们三个发出反派的笑声 谢云那个包要两万呢 哇 只有学尾面色凝重 李星有些不好意思 月月 我就是学尾打断他 不是因为这个 我只是在想 就是你们说 发现龌龊之事不敢揭发 是不是也是坏人 我们面面相去 我握住学尾的手 学尾 道德感不需要这么高 伸张正义的前提 是要保护好自己 有机会再顺从本心干他压的 扑痴 学尾笑出声 脸上是释然与坚定 我知道了 谢谢你 叫我月月就行 孙薇也戳戳我 中和你和我想的有点不一样 我哈哈笑 当然了 我可是非话学霸 哈哈 四个人闹成一团 原来我也没那么不合群嘛 和室友玩闹 感觉也不错 回去后 一片风平浪静 看来谢云还不至于得意忘形 不想第二天就出事了 谢云偷了赵涵的金手镯 赵涵吸取教训 绕过辅导员 喊来笑领导 笑领导 速管 晚到一步的辅导员 齐聚我原先的寝室 谢云迷茫地大声喊 我没有 我没偷赵涵东西 刘露指着谢云 口水直喷 不是你是谁 以前随便拿赵涵东西还少了吗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看着赵涵的手势流口水 赵涵还着胳膊 冷冷看着 好熟悉的配置 我扫过几人神色 谢云八成是冤枉的 流露有点不好判断 好像是敢傻枪 我静静看着不说话 速管搜查后 在谢云的抽屉夹层 发现了金镯子 还有条项链 李欣小声科普 奢牌 大几万吧 我的项链 找不到很久了 我一直以为丢了 赵涵震惊到 刚才还在喊冤的谢云卡了壳 立马继续哭号冤枉 一看这情形 经验丰富的校领导们 还有什么不清楚的 当即对赵涵和埃可倾道 小同学 情况我们都了解了 一定给你个满意答复 这次公告出得格外快 谢云记大过不久后 偷到是有贵重物品 予以开除处理 学尾盯着公告 若有所思 傍晚 谢云就爬上了天台 侧边天台站满看热闹的同学 李欣兴奋地朝对面挥手打招呼 以前谢云装心脏病占便宜 现在跳楼威胁撤回开除 差不多的套路 寒风中 谢云发丝凌乱 面色苍白如纸 眼泪流了满脸 我嘖嘖点评 这个时候还化妆 有点过分了吧 室友们震惊脸 抹粉了 涂了偏白的裸色口红 眼角扫了红眼影 服了 你势力也太好了吧 幸运开始表演了 别说话了 所有人小嘴巴闭起来 目光灼灼看着一个方向 我是冤枉的 全是赵寒那件人陷害我 我记了大过还不够吗 我不服 你们知道我过得多难吗 我深刻理解到我的错误了 每天晚上我都活在悔恨中 同学孤立我 室友欺负我 他们每天要我洗衣服打扫卫生 辱骂殴打我 我每天都睡不着觉 头发大把大把掉 看到他们就害怕地颤抖 使他们陷害报复我 现在还要开除我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我和李欣阴阳怪气 模仿他的语调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学尾拍拍我俩 收敛了继续看 消防员耐心安慰他 班长急切地扯着赵寒 你什么损失也没有 还要这样针对云云 赵寒 你怎么这么恶毒 你赶紧原谅他 跟学校请求撤回开除意见 刘露推开他 怎么说话呢 要不是我们聪明 十几万的损失呢 装心脏病又偷东西 谢云就是坏皮 辅导员也劝 得饶人处且饶人 你还真想 同学因为你而死吗 大度一些 受益的都是自己 人生自会宽阔 生命自得圆满 刘露左看又看不敢说话了 赵寒冷哼一声 大跨步上前 谢云 你真恶心 只会玩到的绑架这一套是吧 真想死 应该去行政楼 那边楼高 宿舍楼可就七层高 你跳呀 我看你就是不敢跳 消防员立即阻止他 刺激谢云情绪 赵寒甩开消防员 又上前两步 谢云慌张白手 你别过来 再过来 我真的跳下去了 赵寒吃笑两声 转身就走 啊 惨叫声划破天际 谢云一个没站稳掉下去了 云云 班长惊呼 瞬间红了眼 几步追上赵寒 一拳头抡倒他 捡起地上砖块 就往头上砸 赵寒奋力挣扎 只来得及一声呼救 就没了动静 辅导员吓得嗷嗷叫 隔了至少两米劝告 班长你冷静呀 冲动是魔鬼呀 还得是消防员两两配合 一个飞扑 按住了班长 他眼睛赤红 呼吸喘得跟牛似的 身下的罩寒 满脸满头都是血 皮肉翻转 气息薄弱 快送医院 快 混乱中 班长正拖前置 捡起砖块就跑 他在二楼抓住了流露 一拳放倒 举起砖块就砸 好在楼道里有几个女同学 朝他砸书包就跑 班长眼神凶恶 顺势砸在流露腿上 楼道里满是尖叫和痛呼声 消防员很快又摁住了他 就这样 班长还在奋力最后一击 狠狠砸在流露膝盖上 流露惨叫一声 身子软了下去 失去了知觉 一句跳楼的同学没有大碍 只是擦伤 让班长傻在当场 他愣愣问 真的 消防员郑重点头 班长一下子泄了劲 又哭又笑 你们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都怪你们 都怪你们 是你们毁了我 赵涵伤势严重 重度脑震荡 一只眼睛没保住 摘除了 流露伤势烧轻 但也轻度脑震荡 腿骨骨折严重 要休养许久 两人脸上怕是会流疤 至于泄晕 那真是一点事都没有 擦伤到医院都快愈合了 愣是怕的在医院赖了两天 之后就不知所重 班长被抓 故意伤人 坐牢势在必行 辅导员也被追责 他那天的表现 可是被那么多人看在眼里呢 学伟的举报材料 直接也送辅导员一份牢饭 我这才知道 辅导员一只伙同 他带着几个班的班长 操纵助学金名额 贪污班费 助学金 敲奖学金得主竹杠 班长最佳一等 我疑惑 我怎么没被辅导员敲竹杠 他也不喜欢我 没理由放过我呀 学伟摸摸我的脑袋 我觉得有两种可能 要么是辅导员说了你没察觉出来 要么是他觉得你不好欺负 我拍开学伟的手 当然是第二种可能 臭月月 朝学伟竖大拇指 学伟你真棒 学伟摆摆手 脸上满是平静 我拿真文一等奖那天 流露回笑了 他留着厚厚的斜刘海 能隐约看到一道 从太阳穴到脸颊的疤痕 整个人安静了许多 总爱低着头 班长的判决也下来了 判了四年 终于吃上国家饭了 谢云也有了下落 谢云被班长爸妈缠住 双方父母撕扯不清 最终班长父母胜出 带走谢云 等班长出来 两人就结婚 学伟唏嘘 谢云被开除 没了前途 班长家又出得起钱 给了谢云父母三十万彩礼 他是挨打后 被绑上车的 他将手机递给我 流露传的视频 这还是他回来后 第一次在群里发言 视频里 谢云被绑成麻花 神色惶恐 鼻青脸肿 妈妈 爸爸 别让我嫁人呀 我能挣钱的 我会挣很多很多钱给你们 救救我呀 粗壮的中年女人 一巴掌扇歪她的脸 要不是我儿子喜欢你 你以为我看得上你吗 不要脸的狐狸精 脚架精 进了老娘家门 就得听我的 你爸妈把你卖给我了 明白吗 谢云还是朝着他爸妈哭喊 女人又是几个巴掌 他爸妈垂着眼 关上了门 中年女人呵呵笑 拍着谢云的脸蛋 看明白了吧 以后你没家了 在我家手脚可得力所些 老娘眼睛尖着呢 可不会怜香惜玉 你这见人哭得越大声 老娘心里越得劲 将呆滞的谢云塞进车里 视频结束 我拍拍学尾 我们做好自己的事就好 学尾点头 不知道赵涵怎么样了 他骨子里很要强的 其实去首都参加争文决赛的时候 我遇到过赵涵 他安了一眼 露出脸上浅浅的伤疤 他看上去张扬许多 跟身边面容相似的男孩子 争论着什么 我们擦肩而过 四目相对 又默契一开 我对学尾说 赵涵应该会活得挺好的吧 大班长 以后我们班就在你的带领下 再创辉煌了 学尾摆我一眼 这是要相互恭维吗 好呀 那咱们的新学尾也要好好干呀 拍拍我的肩膀 门刺拉一声被推开 你俩说什么呢 其实我们两个不是班干部是吧 哈哈哈哈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听 感谢ением 感谢观看